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这个伟大时代属于这群追梦的青年 由共青团中央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中国青年APP大赛创客英雄会 在江西共青城再燃战火 全国海选 万人报名 24名创客英雄挺入电视晋级赛 接受五位顶级庭委的严苛考验 请各位老师为我开门吧 本期的五位评委分别是 邓亚挺 奥运冠军 投资人 乒乓球大满贯得主 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 于光东 费典资本管理合伙人 三六联公司终身顾问 倡导工匠投资 陪跑创业 投出越跑圈 PM CAF 等估值过亿的互联网项目 张梦有 深圳前海海润国际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CEO 博士 高级经济师 统领近200亿基金 成功主导韩都一社等60多家公司的投资和并购 王岑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 2015-2016年度 中国消费投资十大投资人 成就了对周克亚 溜溜媒 韩后等品牌的消费升级投资 被称为中国大消费领域第一VC 郎永纯 著名主持人 找钢网首席战略官高级副总裁 胖猫头创合伙人 24名创客轮番上阵 项目总分实时排名 分数最高的6名创客将晋级总决赛决逐百万奖金一元风口 把中国八亿农民赚更多钱 到底谁能夺得APP大赛的贵官 选手的第一环节是先生夺人 他们要在30秒内打动评委 如果场内有三位以上评委亮灯 他即可过关面见评审团 进行项目演示 五位评委分别以百分之打分 24位选手中总分排名前六的选手 才有资格进入总决赛 夺取百万创业奖金 在上期节目中 手机会浓的邓武杰 云护翼的邹志刚 猛医药的王婷婷 战略排行榜前三 今晚即将出场的四位创客 分别是 希望每个热爱音乐的人 都能听好音乐 保护耳朵的话陪胜 致力于将现场娱乐文化 推向主流的张诚 为全国千家万户 提供家庭清洁服务的张峰 致力于建立汽车后市场 诚信系统平台的李征 进入总决赛排名榜的名次 会实时变化 只有得分最高的前六名 才能挺进总决赛 那么他们在今晚 将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有请第五位选手 画培胜 他带来的项目是 保尔 刘老师好 我叫画培胜 30岁 我是一个十几年的耳机发烧肉 我更是一个 每天可以写18小时代码的程序员 而我创立保尔不久 便获得酷狗音乐的一个收购意向 我们想要解决的是 中国每年五亿条耳机 如何包机的问题 听众老师们 请开门吧 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包机的小市场 如何大众化 谢谢老师 其实这个领域是比较酸的 想用一个血头来吸引他们 但是可能并没有把包机这个事情 说得很清楚 包机是一个很小的市场 包耳机啊 包耳机 耳机的套啊 你都没听懂女儿的意思 我没听懂 所以我才想让她进来 我如果再听听什么意思 但是她也没机会 本季创客英雄会 第五位选手 华培胜带来的保尔项目 很遗憾 没能在第一环节 先生夺人当中 获得三盏以上的评委亮灯 失去了进入第二环节 实力入演的机会 那么今晚接下来上场的选手们 能否顺利过关呢 下面有请第六位选手张诚 他带来的项目是爱现场 爱现场是一家以整合青年人玩热资讯 和运营时尚IP的公司 我们自立于青年文化的推广和运营 今天我即将给你们带来 时尚时尚时尚最时尚 年轻人最嗨的现场 你们想感受吗 各位朋友老师你们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选手张诚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项目 叫爱现场 爱现场是一家以整合青年人 娱乐资讯和玩热时尚IP的公司 我们致力于青年文化的推广和运营 爱现场是我本人的第二次创业了 在爱现场之前 我有一家数据营销公司 服务了众多知名品牌 年营业额1500万 2014年 我以中欧足球协会秘书长的身份 带领校友去巴西看世界杯 了解非法世界杯的体育营销模式 在当地 我们被年轻人的文化自信 所深深感染 足球和桑巴 给当地人带来了极大的幸福感 回国后 基于我多年的外企经验 和商业直觉 我坚信爱现场的商业模式 会在消费升级和文娱IP的大趋势下 前景巨大 于是我们决定转型 定位青年人做年轻人喜欢的IP 经历了三年的发展 爱现场已经是上海最专业的音乐节营销公司 我们合作了几乎全国所有的音乐节 并且成功孵化了自由IP 在线上 我们通过活动宣发 积累了15万高年盒的现场音乐节用户 通过数据后台模型 匹配出用户的兴趣标签 实现了活动主办品牌 用户三者之间的共赢 线下 我们举办的活动 累计人数 超过800万人次 在上海 我们做过法国夏制音乐节 荷兰印太电子 Golden Summer Beer Festival等大型活动 我们做过的活动 经以实现盈利 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年轻人的主流 2015年 联通的现任董事长王小初 成为了我的天使投资人 我们也即将在文化资本公司的推动下 引进和打造更多的文娱IP 带到国内 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我们的现场 我切身感受到未来市场巨大 谢谢大家 你上一次创业是做什么 做了一家数据营销公司 怎么就从第二次创业就开始干这个 14年的时候我在想 就是说互联网来了 我一时住行做哪个板块 那从我的条件的商业直觉里面 就一时住行都有大佬站在这个坑 那我只能去切一个板块 那我就做现场 你们这个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现场的环境呢 我们是以音乐节现场去切入的 你是一个乐队呢 还是你在做什么呢 帮他们做媒体的一个宣发 宣发以后呢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票务后台系统 可以捕抓音乐节 哪些人买了票 通过这个反向呢 我们可以积累很多很多很多 年轻人的一些现场的一些兴趣标签 长期爱现场用户 他就可能每天去翻 哎 哪里有好玩的活动 哪里有好玩的人 你刚才说你玩了IP 爱现场呢 我不能理解它会变为一个非常强的IP啊 它跟都是一个 可能是你的一个对外界的平台一样 对的 但是你有提到一点 你自己又开发了一个IP 类似草莓音乐节的音乐节 是这个意思吗 我自己开发IP像 荷兰硬派电子 Pink Broom Golden Summer Beer Fest 就是很多戏分 比如说嘻哈领域 我会做一个音乐节 电音领域 我可以从国外去引进一个荷兰硬派电子 Bear Fest 我自创的 我把精量啤酒和音乐 电音时尚元素 推向商场 这种自有IP的未来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呢 目前自有IP的盈利模式主要是两块 一块是广告的赞助收入 第二块是门票 我们挑选一些关系好的活动主办 去做活动线下经济 商场会支付我们一部分的策划收入 宇总你会不会觉得他这个人的基因 还是偏线下一些 对 但是这里你能不能帮他分析一下 他这块怎么能变成一个 就是说线上也比较 或者他价值也能线上化呢 你这个是我想问的这个问题 你认为你公司的价值 主要价值是哪几个元素 就你公司假如我给你估值 比如说你估10个1、2、1 你为什么估10个1、2、1 我们公司其实定位 我们做年轻人喜爱的IP 那年轻人要什么呢 年轻人他是消费升级市场 他要玩的东西 他要现场体验 叫IP加场景化销售 这个体验很重要 这是我们公司最核心的一个价值 对于我来说 爱现场只是一个 活动资讯的一个平台而已 我把青年人喜爱的东西 青年人的一种态度 放到上面来 我们未来一定是一个IP运营公司 这IP运营公司 你这里能展开一下吗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因为对于爱现场来说 它是个媒体 它的媒体的唯一作用是 跟用户之间发生连接 IP对我来说 是我孵化的蛋 未来我为了加速我的IP的供应链 我可以用资本 把一些好的IP 带到国内市场来 能把这个IP做成 财务保表盈利益的东西 钱是现在都是谁给你的 我们客户分为三类 一类是政府 旅游管委会一类的 一类是像房地产 商业地产一类的 因为他们需要这个流量 一类就是品牌 就各种快销品的品牌 因为对于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挖掘的是 年轻人喜爱的IP 用户 IP就是cash 所以你目前的主要用户 是在上海 对 我们现在还在上海 有没有大概计划 什么时候到其他城市扩张 应该很快了吧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接到 很多很多城市的邀请 像那个苏州 像成都 面对评委的提问 张诚显得底气不足 此时他又转移话题 评委直接打断了张诚 希望他能明白 迅速扩张的重要性 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希望你想一想 为什么呢 你看竞争队手来了 如果你不快速地 把你的做强做大 竞争队手来的话 他会把你的吃掉的 甚至有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 他更加能不能吃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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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同这种思路 未来是个海量市场 越来越多的人 需要现场的体验 海量市场是海量 那海量市场 不一定是你的 我们做好自己的板块 好 我们打分吧 我有点休息 希望大家支持年轻人 我打80分 为什么给你打80分呢 是我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人 或者说你这个创业者 在我看来 实际上你是有势能的 你是一个 我觉得很热爱这件事 而且对这个事是有激情 你看我要给的比较高 谢谢 谢谢 90分啊 因为我主要投消费嘛 吃喝玩乐 我认为趋势 主要未来就是玩乐这一块 你抓得也准 抓挺好的啊 张总给的分不高啊 我觉得你的商业模式呢 你现在没有 我听出来 没有一个指数性成长的 一个商业模式 就是第一第二 未来的战略不够清晰 所以我希望以后呢 就这两点 你可以多思考思考 85.5 这么高一份 为什么 我比较欣赏这个人 很有激情 也很有创业的热情 我觉得也有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就像刚才 我们其实前面来讨论的 就是这个人 还是很有感召力的 我觉得做音乐 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激情 我给你的是80点零分 首先是你这个人 加上你的 这个所做的这个事情 未来的想象的空间 因为你是一个联系创业的 并且在现场这种感染力 和这种激情 以及这种韧性 应该说可以配得上这个分 但是你的缺点是 你的竞争的壁垒在哪 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你的未来如何去规模化 这些你现在还没有想清楚 我们会努力的 我们对团队很有信心 大家加油吧 真热 真热 然后相信得到大佬的支持 谢谢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分 410.5分 我其实蛮开心的 就是这次来江西邓老师 其实他们跟我非常有认同 并且非常喜欢我个人 我非常开心 张诚带来的暗线场项目 获得了410.5分 暂列排名第四位 接下来有请第七位选手 张峰上场 他带来的项目是家家用 各位评委大家好 我叫张峰 今天带来的项目叫家家用 是一款致力于先起 现代家政清洁革命的一款软件 我用十年的时间带动了全国 四万人成功就业 我用十年的时间服务了全国 上千万的家庭 我再也不会让大家看到 胡子拉擦的家政大叔 去你家服务的 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帅小伙 请各位老师为我开门吧 各位评委大家好 我叫张峰 来自山东济南 今年35岁 我带来的一款家政清洁服务软件 在偶然的时间 我和我现在的合伙人 在办公室清洗饮水机 我发现了家电清洗巨大的商机 于是我用两年的时间独立研发了 针对饮水机 油烟机 空调洗衣机等多种免贷设备 获得了23项国家专利 接下来我用了半年的时间 去走访了全国110家家政清洁公司 我发现了中国家政清洁的乱象 大叔胡子拉叉 提着水桶 提着拖布 阿姨蓬头勾面 一块马步扫天下 我说我要改变这一切 接下来我去了日本 我去了韩国 我发现日本的清洁流程 已经专业到无可挑剔 于是我把日本的清洁流程 还有国外的清洁设备 引入到咱们国内来 用连锁加盟迅速扩张到 全国3000个服务网点 2014年 家家用投入上线运营 就彻底解决了 让我们用户逐步出户 就可以在家享受 高品质的清洁服务 那别人都是一块马步扫天下 我家用七色毛巾 来服务不同的房间 最后有一块白色的毛巾 让我们的用户去验收 我们第一个提出 不满意就退款 我们现在有20万的注册用户 线上2016年 线上的营业额980万 但是线下我们的营业额 已经突破了20亿人民币 所以说我接下来 用两年的时间 把我们线下40多万的会员 全部导流到线上 就让全国更多的用户 都知道 家家用就是搞家政清洁服务的 找家政服务就找家家用 好 谢谢老师 我作为消费者 我怎么找到你 第一个通过我们的家家用APP APP 第二个通过互联网 你有多少服务人员 整个济南有68个 你在外地呢 在外地加盟呢 在外地有4万个清洗服务兵 那你怎么保证服务质量呢 我穿着蓬头够面的 你怎么 你怎么监控 就是通过我的店长在监控 每个家门店的店长 是我的商学院 培训出来给他的 我还是想问你一个 就是比较细节的 比如说你培训这些人 第一 你用什么方法培训 你觉得你能把这些人 培得比另外那些 跟你竞争对手 培得好 第二 这些人的标准化 你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机制 在监控他的标准化 就是我有这样的培训基地 培训基地有5000个平方 那油烟机清洗距离 油烟机清洗在我的基地里 有接近60款油烟机 因为油烟机啊 类型不一样 那我对他培训是 你这个培训人员进来之后 我要教给你 这个油烟机 欧式的 中式的 测析式的 集成道 这些油烟机的构成原理是什么 培训多长时间大概 整个家电清洗 全套培训完是10天 所有加盟店都要培训 必须的 好 第二个机制 在我们的服务商服务完了之后 他的会录入到 我们给他派发的会员管理系统里面 然后我在总部有专门的回访 因为他和我合作的时候有保证金 一个不满意20块钱 我是你的加盟商 我线下有没有店 线下有店 店的名字叫什么 家家用吗 如果说单纯的做家电清洗 叫绿支援 也是我自己的品牌 也是你的品牌 绿支援是你的是吧 是我的 绿支援我知道 我就只做保证 那就用黄马褂 黄马褂也是你的 黄马褂也是你的 是我的 黄马褂还是用过 我用过 你现在一般的员工来讲 他们的收入是多少 清洗服务兵 你别说话 问这小伙子 你一月挣多少钱呀 平均每个月能够拿到 七千多吧 七千多 年底的时候比较忙一些 那时候能拿到一万多 将近两万块钱 你有没有跟你的同学去比 你会不会觉得你比他矮一等呢 之前的时候有 但是现在感觉没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这个工资还可以 毕竟来讲 他们坐在办公室里的 能够拿到两三千块钱 但是我出去跑的话 我能够拿到七千多块钱 我感觉可以 特别棒 你觉得你有没有帮别人解决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在服务完了之后 最让我欣慰的 就是客户愿意 站在我清洗的这一台油烟机跟前 或站在这一台清洗的空调跟前 然后给我竖一个大拇指 跟我拍一张合影 你这个只是给我们看一看的 还是要展示一下的 你把那箱东西让我们看一下 把那工具展示一下 用一下 用一下来 还有一点 哥们你最强到底是洗什么呀 你对吧 什么都 洗澡 我最强的 家电免财清洗 这洗什么的呀 这是洗 这个是洗空调 空调免财 免财你可以洗干净 是的 你这个东西其实核心价值 对吧 核心竞争 我有专利 对有专利嘛 它的中国的服务金额20亿 也不小了 不小了 那净利润是多少呢 你现在的这种利润还是还是赔钱呢 现在 我现在属于盈利状态 盈利状态 我个人还是比较佩服你啊 你这个事完全是一个 我认识被一个被低估了的个 干实事的 线下 线下的一个独角兽 对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 对 我以为 这两年冒出了一堆O2APP 你这些活他都是刚刚开始干 对 你一乡已经干了十年了 对 所以你还是挺了不起的兄弟 我六岁就没有了家庭 然后一直跟我爷爷奶奶一直长大 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很少回家 回家的时候我就想我帮他干干活 就是搭擦搭擦卫生 擦擦桌子 擦擦窗子 就是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说我就想搞一个家政 你刚才讲没有六岁没有家庭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六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又一车祸 08年我爷爷去世了 我就回家 我想让我奶奶去城里边住 然后她说不去 她说没人聊天 然后呢就是说 但是我就在老家 然后我把她房子给翻新了 我就想 小的时候上学 一个月三十块钱的生活费 一天只有一块钱 我就想我要赚钱 我要摆脱这种家庭的这种困境 所以说 我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找工作 我就自己创业 自己赚钱 不抱怨曾经的苦难 励志要改变现状 十年磨一剑 造就了今天的张峰 和他的家家用 这时评委们坐不住了 先等会 先等会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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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峰 你现在融资吗 有这个计划 估值多少钱 我们没有让专业机构估个 但是我们自认为可以超过两个亿 投了 我现在能投吗 现在 我也想投 我给你打一个分 不打分直接投了 你们有谁想投 两个亿我会投的 你们仨多少投啊 我这些投了 那我们四个PK PK一下你 不用PK了 一起投吧 一起投吧 不用PK了 我先给你打一个分 我为什么要先打分啊 这一开始 我是没给你亮灯 因为我听你有点忽悠 20个亿 什么4万多人 给多少分 哎呦 90分很高 我给你一个90分 90 因为小陈是代表你的整体团队的主力军 而且呢 在90后这样的一个年纪 肯干这样的脏活累活 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 对 但我更加希望你不仅仅是为了这点钱 更重要的 今天我们还有很多老人的家庭 更加需要你们的服务 对 你为社会解决真正的问题 我觉得这次是牛逼的事情 所以我给了你们90分 这是他们都知道 说得好 此处可以有眼泪啊 此处可以有 来啊 孙子来 我给你打100分 也是全场最高的 你这相当于是抢一个独家投资的机会 我想投你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你有企业家的精神 你做事情啊 非常踏实 非常坚持 哎呀 特别落俗套 特别落俗套 其实服务业啊 拼的就是细节 所以我刚才问了你很多细节 培训管理 人力资源的这种激励 包括亚萍姐刚刚说这个孩子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她引以为傲 所以我特别特别钦佩这些能在线下把这些事做真正踏实的人 你看她那么的平静啊 她觉得王总应该给她105分 让我们给了两个100分 两个90分 很平静的在那 我这还是比较俗套 100分啊 大家为什么这个 说我好像总喜欢给这个分呢 我想告诉大家 这个分上是宣扬一种正能量啊 创业还是要做实实在在的事情 资本力量很大 但是其实是数据去证明啊 资本有时候根本打 根本无法打破像你这种实实在在做事人的心呢 也战胜不了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有一点呢 在国外 洗抽烟机 洗马桶的高级激工 小时挣的是很多的 完全我们中国这些服务人员是被低估的 大学生不要考虑什么 好像我在办公室就很怎么样 他这种做修理工行不怎么样 不是这样的 中国最缺的就是激工这个环节 它分等级的啊 激工工资在国外非常非常高啊 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啊 聪明的资本 好的钱 是要让这个社会多赢 让这个起 把这个产业扶持起来 它挣到应该挣的钱 你们企业挣到好的钱 因为你这么做服务 以前可能有些被低估了 但我认为从这时代的发展 你们的行业的本身价值 肯定会回到应有的价值 这是我要给一百分的主要理由 好 看分吧 看一下 总得分480分 应该是排第一了 祝贺 很棒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说你能够真的 持坚持下来 我觉得可以做大了 有很多年轻人 在抱怨 在抱怨社会不好 在抱怨家庭不好 在抱怨公司不好 我们的企业 每个人上 都有一个手环 这个手环叫 不抱怨的世界 就是我们倡导一种玩话 就是不抱怨 起正心 动正念 走正道 不容易 不容易 对 你看 连王总 你忘了 忘了拥抱 我觉得上帝还是很公平 张峰带来的家家用项目 引来评委们争相投资 目前家家用项目 以480的高分 刷新了排行榜 暂列第一 那么接下来的选手 能否取得更好的成绩呢 目前家家用项目 以480的高分 刷新了排行榜 暂列第一 那么接下来的选手 能否取得更好的成绩呢 有请第八位选手 李征上场 他带来的项目 是旧本子 大家好 我叫李征 我给大家带来项目 叫做旧本子 旧本子致力于 汽车维修保养数据的补权 从而形成一个 二手车诚信系统 之前我在美国 前后出现了 三次生与死的车祸 与二手车结缘 发现商机 之后便辞去了 在全球第一大飞机制造商 波音公司 50万年薪的工作 回国创业 团队有大众 携程 微软等前员工 请各位评委老师 为我开门吧 旧本子致力于汽车维修保养数据的补权 从而形成一个 具有厚重感 信赖感强的 二手车诚信系统 同时旧本子也是一个汽修平台 致力于帮助司机 寻找更加透明优质的服务 之所以放弃50万的年薪 回国创业 是因为我在美国 前后发生了三次非常严重的车祸 并积累了大量二手车经验 也成为学校二手车市场的达人 中美二手车市场的差距 让我决定回国创业 目前我们的旧本子上限不到一个月 付费用户一千余人 关注量九千余位 我们目前的流水达到120万元 我们下部的策略 是向三四线城市进行拓展 17年底有望达到1000万 18年达到一个亿 最后在我们平台上的客户 我们希望你们可以 一本在手 爱车无忧 谢各位评论老师 你说说你那个三次车祸 是因为车没保养 或者说对这个车况不了解 这跟你做这个车的 这个事有关系吗 有关系 因为我前后出了三次 非常严重的车祸 对 然后我就买了 前期买了四辆二手车 跟车有缘感觉 所以所有人都感觉 哎呦 我是不是买车比较多 比较有经验 然后我周围同学都找来 帮我看这个车 看那个车 您什么时候回国的 我是去年九月份 那再回来就不到一年 因为这两年实际上 这个汽车后福 已经有一波已经过去了 欧托欧得起 现在活下来可能几家 那他们已经拿了 可能都几十亿的资金了 我了解 你怎么跟他们打 你们觉得这个市场 好像挺好的 但有时候可能 有些战争都快结束了 你们才进来 你告诉我你的场景 从获取一个数据开始 一直到最终老百姓用 我作为一个客户 然后在我们平台上 注册了无优会员 我为什么要买你的会员呢 一张一千块钱的无优会员 是包括三次保养和 全年52次洗车 一般的客户都感觉是比较便宜 因为他们 你有多少服务商呢 比如说我在北京朝阳区 你在昌苹果弄一个这个 我老家河南新乡的嘛 然后我就以新乡市区为 为某把城市 然后现在在新乡可以用 回国创业一般都会去选 这个汽车后市场量比较大的 你新乡不是一个汽车后市场 量很大的一个市场 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方 但他要从小地方 大地方已经没他的市场 这个他这个策略 我倒还是认同 一般从国外回来 首选北上广深 你直接选新乡 我认为这个 我要替你束大拇指 这个一般人 他不敢下这个勇气了 因为他这个 因为他回家了 但有些人他也不喜欢他回家 对吧 我在早庄我也不回去 我直接去上海了 我宁愿上海 我当一个小白领 他也不愿意回去 我想问你一个跟创业无关的话题 你最喜欢我们几个 谁 都挺喜欢的 不实在 不实在 你连说实在 但是我最喜欢的 其实是邓雅萍姐姐 你用一句话说服邓雅萍姐姐 说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现在公司不是做公司 是在向人们推广 二手车诚信系统的一个经验 我认为 未来中国诚信系统是非常重要 所以请邓雅萍姐姐 来一起和我完成这个梦想吧 老乡跟我回新乡吧 对 我也觉得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就会 对 其实问你这问题是说 我听来听去 我感觉就是 我唯一听到你的差异话 就是你打三四线 他们打一二线嘛 对吧 这个差异话是没有 产品上的差异话呢 我们是主打客户粘性 成为了我们会员 他们未来一年 至少会在我们平台上 进行消费和服务 同时我们是有赔偿保障 和这个 正品保障等等 这些汽球场被投诉 三次以上 我们就把他们 开除到平台之外 然后以此来保证 我们这个平台的 信赖感和厚重感 对 我们是不是开始打分吧 好 然后各位评论老师 打分 之前我想送给各位老师 这个汽车无忧会员 汽车无忧会员 之前是没有做过这个 我们还得到新乡去找你 这里面有钱吗 有钱 这个是价值四千块钱的 谢谢 你送的这个时机 正好在打分之前 我打72分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你原来其实没创过业 没创过业 你又在大公司做 其实你的思路是很中庸的 刚才我问你喜欢谁 你第一反应说 我都喜欢 其实不够 shock 我给的分比较高一点 我给你100分 谢谢 我个人情感上是非常支持 像你这样的回国的人 回到二三线 创业成分比较低的 扎扎实实地待下来去创业 所以从这个点上 我个人是比较支持你的 我给你83分 从你做这个事来说 我认为你达不到83分 但是为什么我给你打83分呢 我鼓励你创业的精神 我认为你将来成功成为一个企业家的潜质是非常好的 他说你这一件事 我估计你会遇到很多挑战 75.5 甘平姐 咱俩可是老乡啊 对 我是目前参赞选手唯一一个河南籍的 不是 你是想求他给你分高点吗 对 对 错的啊 你要再这样我分 就给你变0分了 你这个态度非常错 我老乡我就要给你高分吗 凭什么呀 我可以改分吗 我想改分了 王总 李正讨分的行为 引发了王岑强烈的不满 一怒之下要修改分数 这一举动让李正大惊失色 他能平息平伟的怒火 保住这来之不易的满分吗 王总 我刚才没有给余总要分 是不是 然后我这次亚平姐 我感觉我这次最喜欢就是她了 但是她却没有给我一个 令我比较满意的分数 小伙子 人生就是这样的 你越喜欢的不一定对你好 对 真的 你要学会在失望中 寻到希望 好 王总你改不改分 我分不改了 我分不改了 我给你的是77.0分 能够闯进24强的确是不容易 77.0分是鼓励你 希望你想清楚了之后 扎扎实实地做 谢谢 谢谢王总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分吧 总分还不错 407.5分 欢迎送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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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参加这个节目 我只要拿到一个100分 王总的100分 我都已经感觉非常庆幸了 所以当他从100分要改分的时候 其实当时心里还是有一些小失落的 就这么年轻就跟大家求这个分 我觉得这个商是完全减分了 这锐气是不够的 作为创业者 但是按说看着他没有那种杀气 没有那种充劲 应该想得更细一些 但是他实际上他对自己的事情 没有想得很细 本季创客英雄会 暂列前六个选手已全部出炉 六强人选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接下来还有16位选手 带着他们的项目 继续冲击六强宝座 他们能否超越这六人的分数 后来居上 进行关注下周的创客英雄会 我是来自重庆的李浩 17岁开始出来工作 28岁加入阿里巴巴 中国供应商铁军团队 一款自由主义领域的米其林指南 带你去到千年的股市 铁超新作产 目前我们已经是国内 最大的网球专业自媒体 我今天带来的项目 和所有人的项目都不一样 因为我的项目只针对于农民工 我们现在准备走 适字幕 祝聚 百年